说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 我们如果对圣经书我们知道 以色列这个民族在雅各的时候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生了两个儿子 是一嫂和雅各 然后在雅各的时候 在雅各晚年的时候 这一支进到了埃及 他们去埃及的时候只有两百多人 但是他们在埃及被神特别祝福 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只有两百万人 那他们在埃及四百年 这四百年他们在埃及被埃及奴役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如果看这个大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对人生的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我相信做牧师的常常接触的人 都不是特别成功的人 也不是在世上很有地位的人 相反都是比较失败的 在社会上被排挤的人 遇到困难的人才会来教会 正所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当然也有成功的人 那都是以前了 也有有地位的人那以前了 都是从成功上跌下来 失识了以后 然后才来到人间 这个时候才开始去认真的去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真的是非常的软弱 需要依靠神 所以有的时候 对于那些生在富足中 却不认识自己的人 其实是蛮可怜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假象 有一天离开他以后 他一定会跟你跟我一样的 谦卑下来承认主是主 承认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 OK 所以那今天我在这里面 当我看到很多人的痛苦的时候 或者是我看到很多人的痛苦人生的时候 我已经不像最开始那样 有好多的为什么 我已经不像最开始 主要为什么他离婚了呢 主要为什么他下岗了呢 主要为什么他没有工作呢 主要为什么他家的人都生病了呢 我不会问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就好像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 他的孩子多么不容易啊 不能生孩子 100岁才生了孩子 一定是神给的孩子 他的孩子也不能生孩子 结果一生又是双胞胎 这个两个孩子都很健康 然后而且有一个孩子 雅各特别厉害你知道 当然他的哥哥 姨嫂那个时候也很厉害 然后这个全家在饥荒的时候 别人都饿死了 他们竟然有粮食 还不用花钱被埃及请去坐上宾 这些都是圣经所记载 这些都是真实的 这些也是我们当中一些人 人生所经历的 就是我们经历过一些非常好 非常被祝福的时光 所谓高光时刻 但是后来 这个以色列民族就在埃及做奴隶 被埃及的王 被埃及的法老欺负 这也是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 我们会发现 人生就是在上下得失之间 我们认识神 认识自己 我再说 人生就是在上下得失之间 我们认识神 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一直上 我们不认识自己 也不认识神 如果我们一直下 我们也不认识自己 也不认识神 如果我们一直得 我们不认识自己 也不认识神 如果我们一舍 也不见得 就认识神 就认识自己 所以在上下跟得失之间 我们能认识谁 最近我在辅导一个 Facebook的一个工程师 我们知道在洛杉矶 所在的这个位置叫南加州 那加州几个大城市 洛杉矶是一个是在南加州 还有一个大城市叫做旧金山在北加 然后北加有好多大公司 谷歌在那里 苹果在那里 然后这个Facebook在那里 还有年轻人喜欢用的Instagram 也在那里 所以这个好多这个高科技公司 那都是很优秀的人 都是国内清华北大的 然后到这边又读了个硕士博士 然后留在这边的 都是这样的人 那结果就是聪明反被聪明 我有的时候在公司中 有一些人际关系的事情 伤害体的事情就搞不明白 这些事情我告诉你 随便我们教会 孙林也好 许也好扔过去 都会干得很好的 不要把大公司看得多神秘 越大的公司里面 其实越简单 因为里面人性更复杂 但是我们明白人性 我们就变得轻松了 所以他在一个组里面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呢 因为他这个组的组长 好像不是那么有进取心 然后在别的组 就是有升职的 有加薪的 他这个组就比较风平浪静 然后他因为风平浪静 他就不能险山 不能漏水 所以你知道这个年轻人 都是有企图心 然后就总希望这个成命成家 就干出一番事业来 我都干两三年了 怎么一直在这 不好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你干了两三年了 还没起来 是根深夜贸 神要训练你更加扎实 神要训练你 让你根扎得更深 但是有的时候 人就是着急 所以就特别想换一个组 换到一个 这个很热闹的组 可以很快被提升的组 很热的组好不好 好 很快被提升组好不好 但是中国有话说 欲带王冠 必成击重 那你的能力 在这些公司里面 人的智力都不差了 你的情商 你的综合素质 对吧 包括你的体力 他们是经常加班的 所以 所以 他就 就是 哎呀 难受都不得了 就要转个team 换个team 换个team 但是我每次给他祷告 就说 神的感受 你在这带什么 这个就跟灵姐当年比较小 灵姐想换个工作 我一祷告 神说 你在这带 灵姐想换个工作 一祷告 你在这带 所以这个小同志也是这样子 找我祷告 不是 我祷告 受不了了 我想换个钟 我一祷告 神想你再带 然后呢 这个 因为灵姐是咱自己生的孩子 你知道吧 这个亲爹好当 后爹不好当 这都路边捡来的 你后爹不好当 你压的太多了 人家觉得你是假先知 你不压他呢 他都不知道你是先知 所以我说那行啊 那你想换就换吧 我祝福你 你去换吧 结果他换了以后发现 麻烦了 新的组的工作内容 他并不合适 新的组的领导 虽然说的话挺好听的 说你来啊 你来了 但是新的组里面的那个政治斗争很大 他并不适应 因为相对来上我们基督徒的性感还是比较单纯的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当你没去的那个组的时候 你就特别想去 当你开始接触了以后 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并不像你想象的一样 而且特别是着急的时候 人千万不要在着急的时候做重大决定 人千万不要在着急的时候做重大决定 所以中国话讲 才出虎穴又入狼窝 所以我们当中有些人要换工作 我支持你们 但是要多一点时间祷告 多一点时间赞美 寻求神 从神领受智慧 从神领受感动 出于神的 你不换都不行 神逼人你换 如果不出于神的 慢慢你的心平坚先来 你在这个地方继续被神训练 因为人生就是在上下得失之间 被训练被成熟的 所以这两天他给我打电话说 就点后悔了 我说你这后啥会呀 我说那个啥才后悔呢 那个你要听了我们的劝 完了你就待在这你才后悔呢 你会后悔你的大好前途被我耽误了 我说我做牧师 我为啥现在支持离婚呢 我说我一直反对他们离婚 好像他们美好人生被我给耽误了 你们听懂了吗 听懂给我打个阿门 我说我为什么支持离婚呢 因为当我一直反对他离婚的时候 让他待在婚姻里的时候 让他在这个婚当中去寻求神 呼求神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好多人就会觉得 妈呀我未来我在找更好老公 未来生活更好 他的美好的人生被我给耽误了 对不起 做牧师的只是帮你 祝福你 不会害你 更不会坑你 那你觉得你离婚会能找到更好的人 你的人生更好 我祝福你 我不耽误你人生 我祝福你 结果他们后面的路 他们后面的经历 也很好 让他们前辈下来了 让他们经历神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越来越想 真的离婚不离婚 没关系 真的换工作不换工作 没关系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在这得失之间 在这上下之间 我们经历神 所以我自己我想 名誉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是我们当中比较早的 离开大连 去到外地 并且在外地 算是站稳脚跟的一个人 所以你问他 后不后悔 百分之两不后悔 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 更多的是谦卑 没有因为去了大城市 换了更好的工作 收入更高了 而变得骄傲了 反而更加的感谢神 因为看起来他得到一些 但是对应的 他也额外要付出 很多的体力和精力 而我辅导的 这位小同志 因为他还太年轻 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学霸型的选手 就是说这个锋芒毕露 这个跟灰姐的性格 正好相反 灰姐呢 就是太韬光养晦了 就是这个 你怎么动他都不动 那这个是这个动不动 我就要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两个极端的性格 我们都需要平衡 我也鼓励灰姐 要抓住机会 要往前勇敢的买一步 但是我对这个人 我更希望他在现在这个地方 更深的跟神有好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像我当年跟灵姐讲的话 今年还依然有效 你在这个公司工作 工资不是老板定的 工资不是HR定的 工资是上帝定的 你在这个公司工作 是上帝让你的公司工作 你在这个公司 就好好给上帝工作就好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我想鼓励我们的弟兄 鼓励我们的姐妹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信久多久 不管你现在在所在的公司 所在门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只想讲一件事情 你的工作不是你自己找的 你的工作也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的工作是上帝给你的 你的家是上帝给你的 你的婚姻是上帝给你的 你的孩子是上帝给你的 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 上帝能给你 上帝能拿走 但是不要我们自己去拿 我们自己去放 我们听神的 神让我们拿 我们就继续短着 神让我们放 我们转身就走 不带走一片云灾 所以今天我知道 有很多人在婚姻里面不满意 在工作里不满意 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不满意 这个冬雪就是一个例子 很长一段时间 就觉得我们的教会不够好 没关系 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跟林姐讲 我说不行 就劝东雪 这个 这个 良情 则 良情则 明目而起 找个更好的教会吧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 为东雪祷告 我们也很爱东雪 但是后来神 就很沉寂的 我们教会 还是那个教会 东雪 还是那个东雪 但是我们的关系更好了 东雪更能融入到我们这个教会 最近东雪 参加我们美国晚的神道 所以奉主能继续祝福东雪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表达一下 你会发现 教会还是这个教会 你还是那个你 但是怎么用 原来不喜欢偏偏喜欢的呢 原来觉得 没有什么很深连接的连接了呢 那个重点就在于你的心变了 婚姻是这样 工作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非常鼓励弟兄 我非常鼓励姐妹 我们 我们 招聚有时 分散有时 但是这个时不是你定的 不是我定的 这个时是神定的 有的时候我们 就是生命里面不够成熟 不够成熟 所以我们也不懂得等候主 我们也不懂得等候主 所以今天 我就希望慢慢的 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 慢慢的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就已经没有自己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称基督为主 我们称基督为主 所以我们要 遵守上帝的时间表 我们要遵守上帝的时间表 我们要遵守上帝的时间表 所以今天你看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言 所以今天我在这个早晨 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在婚姻中 我今天不讲很细 时间的关系 有很多社会的一些 一些风言 不要风言风言 套路 你老公对你不好 你也不用对他好 你婆婆对你不好 你也不用对他好 反正就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坚持 我是被神爱的 我愿意被神拥挤 爱我身边的人 在工作中也是这样 哎呀 老板对你不好 你也不用干那么认真 你要明白老板对你好不好 那是他的事情 而我要不要好好干 那是我的事情 我对谁负责 我对上帝负责 所以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随从 这个世界的潜规则 我们不随从 这个世界的约法三章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同时活在天国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按照天国的法则行事 这是今天早晨 我希望鼓励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的件事情 所以我对那些 婚姻中也有不满意 但是还是选择留在婚姻里面的 我对那些在公司里面 受到不公众待遇 但是还是选择我认真 我积极 我负责的 我要奉主名祝福你们 圣经说 你重的是什么 你受的是什么 所以即便有一天 这个婚姻还是散了 但是不是因为我们 保罗说了 要离婚可以 让那个不幸的提出离婚 而不是我们信的人提出离婚 所以有一天 这个公司我们不在了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活在 那些同事的心中 就好像林姐一样 他人已经不在爱生者了 但他依然活在爱生者的心中 所以今天 我也是一样 我不在中国了 但是我依然还活在中国的 一些弟兄姐妹的事情中 所以今天 这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这些年 我讲过一句话 不管我去哪个教会 被人家请过去也好 还是偶然相遇也好 除非我不讲 我一讲 我毫无保留 我把我所知道的 我清郎相助 我全部给他们 我为什么 因为 因为真的 当你站在讲台的时候 就不分你的教会 我的教会 都是神的教会 所以今天 一个有神的人 他的格局 就是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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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盼望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不管你的公司大 你的公司小 不要让你的公司 限制了你的格局 让你的信仰 扩展你的公司 让你的公司 都能可以 被神来使用 而不是 我们在公司里面 被那些不信主人的搞 我们去影响他们 而不被他们来搞 所以我自己 我相信 真正信上帝的人 我们的婚姻 一定会被祝福 真正信上帝的人 我们的公司 也会被上祝福 因为我 因为我们 有多少人说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赞美你主 谢谢主 亲爱的主 这是一个美好的清晨 谢谢你把这些弟兄 这些姐妹 招聚在你的面前 都是你的羊 圣经人说 主的羊 认得主 也跟从主 所以不在乎 今天早晨 我在这里讲什么 我所求的是 在我未开口已先 在我开口讲的时候 包括在讲完的时候 神的灵 继续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让今天早晨 每一个在线的弟兄和姐妹 包括以后有机会 听到这段录音录像的弟兄和姐妹 就被神的圣灵感动 就是好像保罗有句话说 我人虽然是被捆绑 保罗有一段时间在监狱里 但神的道不是我捆绑 虽然我们受制于一个环境 我们在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幸福的婚姻 我们在一个看起来好像不开心的工作环境 但是这些都不能影响我 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我属于基督 让基督在我里面掌决 让基督灵在我里面应允 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让我可以沿着我在这里 带祝福给这里 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活在埃及 但不属于埃及 时间到了就要从埃及出来 雅各的民虽然活在 说预言的这个民族当中 但是他不属于那一个民族 到了神的时间他就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的脚步是为耶和华所立定 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 在神让我们在的地方去敬拜主 为他做见证 在神呼召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勇敢地离开 我们没有什么所留恋的 我们没有什么所留恋的 我有好多话要讲 但是我求神自己对我的弟兄 对我姐妹讲 让我的弟兄我的姐妹 在这个早晨 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就顺服主 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 而得到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看起来了我们没有主权了 看起来了我们没有自由了 恰恰相反 我们有了真正的自由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感谢主 赞美主 继续交换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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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每一个在线上的 包括以后也就听到这篇录音的弟兄姐妹 我们同感一顶 并且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